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以望 今天给大家讲一下真诚是打开心灵的钥匙 在讲这个话题之前先跟大家汇报一下 大家肯定很好奇,这两天我在忙什么 因为我妈妈去Holiday了 所以我现在正溜进她的房子里帮她做集检 天哪,片尾我会给大家放一下 看一下什么叫真正的屯物皮的人 因为我妈妈还好,但是我爸爸真的喜欢屯物的 我只是照一下这个花园的一角给你们看一下 什么样子,这两天我好忙啊 就天天帮她扔东西啊 当然了这些都是她不会碰的东西 就是我认为应该丢的 还是尊重老人家的啊 她东西不能随便扔的,不能随便扔 而且呢今天呢还收到了观众朋友的来信 说自从看了集检,关于集检的video之后呢 整个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啊 整个人身心都变得轻松和愉快了 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非常非常的开心 所以呢如果有的观众朋友我讲的这样的视频的话呢 建议大家去看一下关于集检方面的啊 保证对你们的人生会有一定帮助的 好嘞,现在我们转入正题啊 今天讲的是什么呢 真诚是打开心灵的钥匙啊 其实这句话也是我在和一位观众朋友聊天的过程当中呢 我提到的 然后我就忽然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应该给大家讲一下 因为之前有一段时间很多年轻人问关于人际关系啊 什么就是关于人际关系方面的话题 我想真诚这个词 其实我也之前也有讲过 大家也很多观众朋友都说 之所以我的影片有人看 就是因为大家觉得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真诚 其实这个真诚度 其实这个真诚的感觉呢 我是曾经上过一个非常非常 上过一段非常严峻的课程的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这个人其实也是蛮钻牛角尖的 不是钻牛角尖的 就是不是钻牛角尖 就是当我要学什么东西的时候 我真的是会够胆子去体验 去真实的去操作的啊 我们说的好 真诚的是打开别人心灵的钥匙 那首先我们先说一下 我们为什么想要打开别人的心灵啊 当然了很多原因啦 比方你想要一个姑娘爱上你啦 或者是你想要一个人听你话啦 或者是你想要劝解一个人啦 等等当然有很多很多 各种各样的 或者是我现在我想让观众朋友支持我啦 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呢 所以这是当我们知道原因的时候 我们才应该把这个真诚该放在哪里 该怎样去做 我记得之前呢 因为我说过我曾经在工作的地方 为了帮助一个朋友 我就看了很多书 当然了我那时候自以为啊 自以为这位朋友非常需要帮助 我就巴不得撬开她的脑子 把我所学的东西全部都灌输给她 我那时候也是什么方法 就是几乎就是什么方法都想要去用 其实就是想要打开她 打开她的打开她的脑子 让她可以把我想要传输给她的话 传输进去 而这段过程当中呢 就在就让我学会了 就让我学会了什么是真诚 真就是不是学会真诚 是知道了我真诚才可以让一个人把心打开 并且这个真诚要打开 要用在点上 用在何时 它才能真正的变成 让对方意识到你的真诚 可以把心打开 把你的话听进去啊 也是在不记得当时在看什么书了 忽然间就是里边就讲人呢 人呢如果想让你的人生或者人际关系达到一种 全部都属于一种正能量 或者是说非常正面的人际关系的话呢 人本身要学会真诚诚实 类似就是一定要就是说好话做好事之类这样的事情了 我真的不记得在哪本书上看到了 当时呢我就来做实验 因为当时的我呢认为真诚呢 就是点出别人 不对 是讲的是 如果你想帮到别人的话呢 你首先要就是说 让对方就指出对方的缺点 让对方知道他是不对的啊 然后呢如果你是想做真诚的人的话呢 你就必须要真实的真诚的啊 不要拐弯抹角的 当时有一段时间我就很疯狂 我就处在那种状态下 然后就身边的朋友呢 就从朋友开始 我的那帮朋友也是挺惨的啊 就会很直接了当的 就直接的说出对方的缺点 和对方的不对的地方 甚至就是从头说到尾 当然了我是非常微笑着 说出指出对方的缺点 但是我倒是觉得自己非常的真诚啊 因为我真的觉得他的那个缺点 对他来说 可能会影响到他的人际关系 可能会影响到他人生的各个方面啊 就真的是真诚的就说出来了 可是对方真的是非常不爱听 有谁爱听呢是吧 有谁愿意从别人的口中 听到自己的缺点呢 然后当然了也经过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现在想想自己真的是蛮可笑的 但是我很庆幸我经历过了 因为后来让我知道 什么样的话语 才真的是属于真诚的 并且说出来别人又能听进去 又爱听的啊 昨天和一个朋友聊天还聊起来 他说对人应该处于一种同情和理解 其实同情与理解呢 是作于我们这一方 在体现我们人格的方面 道德品质的方面 我们体现我们自己的时候 我们对他人是属于 应该属于就是理解 或者体谅同情的 可是这种体谅同情呢 并不适合用在我 就是我们自己对自己 并不适合用 并且如果你真的想要帮到对方 解决困难 逃出困境呢 也不适合 但是当然那时候就是因为这样想 所以就想 哎呀我直接指出你的缺点啊 怎样怎样怎样 你自己认为你能帮到别人 但是别人不一定会听进去 因为他会一种非常反抗的心态啊 去排斥你 但是后来呢 过那段时候之后呢 我就发现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身上的缺点和优点 优点呢都是相辅相成的 你的优点就是你的缺点 你的缺点就是你的优点 当把你的缺点改掉了 可能顺便 顺着你的优点也就不见了啊 有的人说 有的我们说 哎呀你看 你怎么怎样怎样怎样 就缺点啊 但是后来想一下 他这么多年 比方说很多已经三四十岁了 或者四五十岁了 这么多年已经过来了 就算他自己口里边 嚷嚷着是痛苦的 但是他也这么过来了 所以有些很多东西缺点与优点呢 他的重要性呢 在于他自己的生活当中 对他的影响度到底有多大 同样我在这里也提一句的是 为什么叫佛度有缘人 其实我们就是帮助人的时候 也不要说是你自己单方面觉得 哎呀你是痛苦的 你是悲伤的 你是难过的 你认为你的 他的人生是悲惨的 然后以我们的角度就强加于别人 虽然我们是好意想帮助别人 可是往往你这种 在别人不需要的情况底下 你去去帮别人 说别人 指出别人的缺点 其实这种在别人眼中 可能变相的会变成一种不理 变成一种你在侮辱他 所以我一般情况底下 当对方不提出要求的情况底下 我总是会 就是在努力的鼓励对方 希望他自己能在自己的状态底下 找到和意识到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但是当有的人真的是表示 他很痛苦很难过 真的是生活遇到困难的时候 在和我聊天的时候 我就会捉他 去告诉他你的缺点在哪里 你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这才是你造成结果的原因 当然这并不说每个人都能受的 有的人也受不了 就凭什么骂我怎样的 当然就是 这就是必须你要先需要 真心想要去改正的时候 别人这种棒喝 你才能听进去 adwise你是听不进去的 甚至有的人 他就算是 我们真正的 就算是认为 他在处在痛苦当中 甚至他自己也处在痛苦当中 但是有的人 他就是不能接受 别人说他的缺点 并且给予 并且与改正啊 所以呢 就是说真诚的话语呢 有些时候 真诚 我们往往就觉得 说真话就是真诚的 其实 这个真诚点呢 还有说话的这个力度 和这个时机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知道如果我们的真诚 用错了点和时机的话 你就会给别人带来 很多的不舒服 并且你的这种真诚 不会让人 接受 并且还觉得你这个人 很麻烦 很不好 所以 我就真的经历过这种事 就是我说那种 就是极力去 验证啊 真诚的这种 我这种真诚的 这种想法 有点 有时候觉得自己 真的很 很偏激的 但是我是这么过来的 后来呢 当我真正 经历过之后呢 我就发现 其实人世间 很多时候 有的人 我们看到他是痛苦的 但是他自己 不是认为 他自己是痛苦的 那他其实 就不是痛苦的 其实我们在帮助一个人之前 我们首先 要以他的角度 去想他的世界 这样你才能真正的了解对方 才能说到别人的心坎上 如果你不了解对方的世界 你不理解对方的世界 那你怎么样 可以把这个真诚的话语 说给对方听呢 而且在我们经常以为 真诚就是不撒谎 把什么都说给对方听 其实有些时候 也不需要 就是说 非得要把老底儿 祖宗都传给 都说出来 说给人家听 就是真诚 也不是的 关键在于 我们在针对这件事情上 我们是真心为他好的 我们真的是为他 以他的角度去着想的 去给对方出一些主意 或者是帮助对方解决困难 但是话又说回来 其实我们人很多时候 在征求别人意见的时候 心中其实已经有数了 他只不过是想找个人 去真正的符合一下他 而其实选择 左还是右 其实并不重要 因为我们只要用心 你选左 你就有左的结果 你选右 就有右的结果 而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 让他们在过程当中 可以让他们好受一点 让他们在磨合当中 可以好受一点 因为人世间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时间会改变一切 它都会淡化一切 很多事情 你现在纠结的 哎呀 要生要死的 可能几年以后 你就觉得 只不过是淡然一笑而已 那都是回忆 所以很多时候呢 我们给别人建议的时候 我们应该处在当下的状态底下 真诚的告诉对方 利与弊的同时是什么 而且呢 让他就是自己去判断 我们所要做的 只是把利与弊 讲给他听 或者是说给他听 一些他不曾想过的面 所以我一般呢 在别人聊天之前 我都会先问对方 你的想法是什么 然后根据他所 这个思想的思考面 然后我们再帮他想的全面一点 而并不是只是单单的附和他 或者是单单的否定他 我们要先了解 他的想法是怎样的 了解他的处境是怎样的 然后给予真诚的解答的方法 往往在这种情况底下 对方更加容易接纳你的意见 而且并且能感受到你的真诚 你的他能感受到你的真诚 就更加容易相信你所说的话 更加相信这个结果 可以帮助到他 而也有人说 以往为什么你的说话语气 会让人感觉到很真诚 因为我真的是真心 为你们着想的 我才会这样说 而我觉得 我一直相信的是 世界是大同的 我们对人的感情也好 对谁也好 我们尽量对所有人都是一样 都以大爱的心态去对每一个人 当然有的人说 哎呀别人这么对我不好 我凭什么要这样对他 记住这句话 别人不好是别人的品德不好 你不能因为别人的品德不好 而自己要变成坏人 变成一个品德不好的人来对着他 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们自己心里不要非常非常的清楚 我是一个善良真诚的人 我就是一个善良真诚的人 我不会因为别人怎样对我 我就怎样去对别人 但是我可能会因为别人的行为 我会保护自己 点到为止 我会以真诚的到我的护杖外 但是如果对方要侵占我 我会删杂 当然不会放狗的 不会放狗的 删杂就是说 首先先把自己保护好 保护好是为什么呢 保护好自己这颗心 不要受伤 因为一个受伤的人 就难免会去怀疑人生 怀疑这个世界 怀疑人情 而让自己的世界变得多疑 不开心 愿是 这样的话呢 你的身边的小宇宙 就会变得杂乱烦乱 变得不开心不幸福 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保护好自己 当你保护好自己这颗心的时候 你就永远存着这颗善良的心 去劝去面对全世界 而我也相信 当我们用真诚的心 对待全世界的时候 你终会找到一些真诚的人 去对待你的 虽然每个人之间交往啊 说话各个方面 可能就好像我和很多观众朋友 接触过之后呢 可能大家伙隔着屏幕交流交谈 就哎呀 以望姐 以望好厉害啊 好棒啊 可能真实中你遇到我了 你发现我也只不过是一个平凡人一样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这种保持距离的感觉 其实也蛮好的 而我呢 也确实的就是一个普通人 只是天天对着camera 然后天天说话 我其实我的人生和你们没什么两样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 这就是处于不同的角度 你看人的角度就不同 你对人的想象力也就不同 我相信只要我们是以真心的 为别人着想的 为别人好的 你所说出来的话 别人对方都是可以理解的 而有些时候 当别人误会你的时候 比方说你的好意 你骂人说人家 人家误会你了 我觉得应该解释一下 应该让对方知道 他是误会你了 就算你做的再错 对方至少知道你是为他好的 当然 我们做人做事 要学会客观的去处理 不能只是一味的 以自己单方面去判断 别人的生活 是好是坏 是悲是惨 要帮助 是不是应该去呵斥 因为我经历过 我自己知道 我曾经做过蠢事 所以我自己很清楚 有很多时候 你是一个善良的人 你是一个真诚的人 但是如果你并不没有 以别人的角度 来去理解对方 来去了解对方的世界 就以单方面的情况 去呵斥别人 说别人的话 那这只能代表 你是在以一种强势的 强 就是自以为是 自以为是的这种 高傲在强压别人 你觉得你是真诚的 但是别人感觉不到 最重要的是 你的真诚 要让别人感觉到 别人才能真正的 把你的话听进去 所以我们所做的行为 必须要让对方 感觉到 你是为他好的 他才能听进去 这才是真诚 真诚打开别人心锁的 关键一点 真诚不是说 我认为我真诚 我就真诚 你要让对方明白 看到知道 你是真诚的 对方才能真心的 打开心扉 把你说的话听进去 这也是我们 平时有时候 劝解人的是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点 真诚是打开 人心灵的钥匙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来今天讲到这里了 记得谢谢大家观看 记得帮我点赞分享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